6號台南中西區五菲街 發生建築工地出現天坑 吞吊貨車意外 還導致工地裡的吊車也陷落 9號晚上出動機具 終於把吊車給吊回地面 不過施工出現天坑 最先受害的就是小貨車 建商初步已經跟小貨車車主協商完畢 承諾會賠償相關損失 至於位在工地對面的賢蘇姬 因為封路及施工失去大量客源 建商因此出手將業者的食材統統買下 私下也談成和解 不過還是有店家覺得沒有收到相對應賠償 天坑意外還導致掉壁掉落 砸毀一家自助餐店招牌 目前已經修復完畢 針對附近商家的抱怨 建商也會持續做溝通協調 他可以打電話或者是 我們有公務所在那個地方 主要是因為我們的關係 我們公司都會有 造成天坑的建案 當時被市府勒令停工 什麼時候可以恢復施工 還需要等市府點頭 近新的黃衣宣馬 楊坤如唱不到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文